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美洲360 在农历新年之前 厂商人都会推出非常多的新车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在这个新年之前会有什么新车发布 还有三个星期的重点新闻是什么 第一则新闻就是在农历新年之前 MINI 宣布他们的手管纯电动车 Grupper SE 的价格下调 下调的幅度可以让你买多一辆 ASIA 只是在这个 2020 年的财政预算案中 政府已经宣布了 他们会在今年豁免汽车的入口税 销售税等等 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不清楚 这个政策什么时候会实行 但是最近 MINI Malaysia 就在他们的官网上面 公布了这个 MINI Cooper SE 的新价格 在获得税务减免之后 这个全新的 MINI Cooper SE 现在只需要178,240 亿零级 就可以买到了 MINI Cooper SE 其实是基于 MINI Cooper 汽油版打造的电动车 在外观的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电动还有节能元素 例如说原厂在车身上面 采用了非常多黄色的线条 表示着这款车其实是一款节能减碳的车子 另外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这个轮圈设计其实非常的独特 这是为什么 这是为了降低它的风阻系数 只要风阻系数一降低 车辆的续航跟加速表现都会获得提升 在引擎的部分 MINI Cooper SE 采用了一具最大马力达到184 HP 峰值流率276Nm的电动机 它的0-100加速可以在7.4秒就完成 而且根据WLTP的测试值 它的这个续航里程达到了232公里 其实这个续航里程算是不过不失 但是它的加速表现值得我们期待 而且在税务减免之后 这个MINI Cooper SE 的价格 并不像之前那么的高 你节省了接近40万令吉的费用 你可以买多一辆ASIA的 如果是这个价格的话 大家觉得会考虑一下这个MINI的电动车吗? 第二则的新闻 UMW Toyota 在去年大畅丰收 重新返回非国产第一的销售宝座 我们都知道这几年UMW Toyota 的新车 在规格上面非常的有竞争力 而且因为它的供应链获得保障的原因 所以在去年的芯片短缺大操中 UMW Toyota 依旧可以保持 一定程度的供货量 所以在去年他们销售了超过7万台的汽车 对比2020年的数据增长超过20% 这个是非常惊人的数据 而且也因为销售成绩的出色 所以他们重返了非国产第一的宝座 把Honda 挤了下来 而根据原厂的数据 他们销售的大头依旧是Vios Vios 的销售比重占据了31% 也就是说超过了2万辆 可以说如果没有Vios的话 UMW Toyota 很难达成这样的成绩 除此之外 Hilux 也成为了最畅销的皮卡车型 而且从2005年开始 Hilux 就一直是我国市场最畅销的皮卡 有了这两个最强的产品呢 UMW Toyota 才可以创下如此的佳季 而且据悉新一代的Vios 在2022年的8月就会面世 所以这数据代表着 未来的UMW Toyota 将会有更有利的产品呢 我们还是问一下Honda还有什么杀手锏 等着UMW Toyota 吧 第三则新闻 中国的长安汽车将会和马来西亚公司合作 在马六甲投资11令吉 开设电动汽车制造厂 长安汽车这几年的设计是越来越好看 所以我相信有不少马来西亚的消费者 希望它进入我国市场 但是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不过最近有一家本地公司宣布 他们将会和长安合作 并且获得了长安右驾车型的独家代理权 未来将会赤之10亿令吉 在马六甲建设电动车的工厂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一座电动车工厂 也是我国第一座纯电动车厂 所以可以看得出 有不少的厂商已经瞄准了 我国未来的电动车免税政策 希望强攻本地的电动车市场 不过暂时而言 我们还不确定长安汽车 会在本地引进怎么样的电动车款 毕竟这个电动车在本地发展 还需要一段时间 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充电桩 应该怎么去铺设 大家觉得电动车在我国发展 还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 让我们知道 可是如果长安汽车 既然都来了马来西亚 为何不多带一些纯汽油引擎呢? 我相信本地的消费者 应该会捧场的 第四则新闻 全新大改款的Toyota Avanza 将在2月登陆泰国市场 至于我国 则是可能以Elza的方式进行贩售 全新大改款的Avanza 在不久之前 于印尼市场正式发布 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它舍去了后驱的 半程载式车身 而采用了全新的DNGA-B 所以它是一台前驱的车款 有一个改进之处 我相信是大家很在意的 就是它的轴距 之前一代的车型 轴距为2655mm 而新一代的车型 轴距达到了2750mm 加上是前驱的平台 这代表着车身 会有非常大的空间表现 除此之外它的内装设计 质感也变得非常非常的出色 在印尼市场 Avanza有两个车型可以选择 一个是普通版本 另外一个叫做Veloz 这个Veloz可以看作是高级的Avanza 在内装的部分 除了有独立式的触屏主机 自动恒温空调等等之外 还有电子收插车和Auto Hold 瞬间就让这一款主打入门的MPV车款 质感提升不少 而我们之前也得到消息 全新一代的Produa Elza 或者是这个D27A MPV车款 其实就是会基于这个 Toyota Avanza 大改款达造 而且会在今年就发表 不过Produa暂时还没有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这辆车会跟我们见面 不过我相信以Produa一直以来的影响 到最后一定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大家觉得Produa版本的Avanza 会是普通的Avanza还是Veloz呢? 最后一则新闻就是Sony宣布将成立汽车制造公司 你期待吗? Sony这个品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从它的音响、耳机、电视机、游戏机 甚至到这个相机 大家应该都是Sony的粉丝 而且大家心里应该都会呼唤 Sony大发号 那么这个技术力强大的Sony 什么时候会推出汽车呢? 就很快了 其实在之前Sony已经推出了一款概念车 这款概念车叫做VisionX 但是媒体在采访Sony的高层的时候 他们就表示 这个只是原型车 我们并不打算推出市场 而在刚刚举行的这个CES2022的时候 Sony又发布了第二款概念车 VisionX-02 它是一款电动的XUV 而且Sony也确认了 他们将会成立汽车公司 也就是说 在那么多年之后 Sony终于确认了它要进军这个汽车制造业务 而且一来就是制造纯电动的车款 在科技的部分相信已经不用多说 大家已经知道 以Sony 强大的研发实力 这款车的电子配备 肯定不会让我们失望 预计这款车将会最少有LV2 甚至是LV3的半自动驾驶技术 和这个平车辅助系统 而最让我们惊喜的是 这款车采用了双电机组成的四轮传动系统 每一具电机的最大马力达到了272PS 所以可以想象一下这款车的加速表现是多么的强 不过很可惜的是 Sony 暂时还没有宣布 这款车什么时候会推出市场 但是以原型车来看的话 这款车的完成度已经非常的高 所以随时随地 Sony 都可能会给我们惊喜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美洲360内容 你们觉得这五个新闻 你们最喜欢哪一个 哪一个最让你们惊喜 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离开之前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